PFTV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的PFLOS医院时间 我是你们的小故事Yuki 第三期 你是谁 我是Modi先生 现在我们还是讲一些 关于打耳洞方面 需要注意的事情 之前我们讲了一些 关于打耳洞之前的准备 还有打耳洞之后的护理 其实有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 没有打过耳洞 那Modi先生如果像我们 第一次打耳洞的话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打耳洞的方法有很多种 去诊所打是其中一种 美容院打是其中一种 还有一种日本比较常见的是自己打 因为我们在日本都会有 卖那种小一点的 就是可以一次性打耳洞的那种小机器 然后小盒子是可以自己在家打的 但是自己在家打的话大家就会 有很多要注意的东西 一定要保持一个干净清洁的状态 第一次你用的这个针呢 我会比较推荐 大家可以用那种一次性的针 那那个机器的话 它会提供那个针吗? 汉的机器买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提供针的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针的颜色 你可以选择它的质地 包括它上来第一个 可能会有什么小珍珠啊 小钻石什么颜色的那种 可以选择的 对 如果你要是不喜欢那些的话 最好是选择干净清洁卫生的材质的 一定要把注意事项 仔细地看一下 需要有什么注意的问题 大家都要仔细地认真地看一下 还有一点就是在打之前 一定要选择一个你身体 比较好的 就是你没有身体不舒服 也没有在生理期 也没有就是处于一个 妊娠期的状况下去打 自己去打这个耳朵 那是怀孕的时候不能打耳朵是吗? 怀孕的时候最好自己不要打吧 如果你真的想打的话 因为它身体是有一些变化 比如容易出现血肿之类的 打完耳朵的第二天呢 最好不要去饮酒 不要去泡澡 也不要做一些激烈的运动 出汗之类的 最好要尽量避免这些 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还有的问题就是 除了你看 现在大家除了是打耳朵 还有打耳骨 鼻子 甚至是舌头 舌钉 旗钉 唇钉之类的这些 这种是比较复杂的一些情况 我最好建议大家是去医院打 不要自己自行 对 因为我见过确实是有 我的朋友有自己打舌钉的这样的 就插下去 自己弄舌钉 对 所以我还是建议 要把舌头揪出来 揪出来 然后扎上去 啊 扎上去之后 然后还有一个管 从里面通出去 然后把那个蒸大 打完耳洞之后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耳洞的清洁 然后在耳洞它长成一个月到1.5个月之间呢 我们最好不要把耳洞摘下来 因为它随时有可能会复合 不要把耳钉摘下来 哦 把耳钉摘下来 视频就先到这里呢 如果大家对于打耳洞或者耳洞清洁这方面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大家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好Yuki你可以去找厕所了 好吧 好吧